Hello,我是Sean,我是全地祷告店的敬拜祖文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chord chain modulations 今天的课题会稍微比较高难度 chord chain modulations就是和弦进阶移调 我们可以谈一连串的和弦,一连串的chord 来到change我们的key 比如说我们从C,就是我们五度圈的顶楼 如果要换去任何一个chord的话 是能够透过弹一个,两个或是以上的chord 来到换去任何一个和弦 没错,是任何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从比较简单的开始 我们看一下key signature 就是一个和弦有多少个flat,多少个sharp 在左边呢,就是每进阶一个就加一个flat 去右边每进阶一个就是加一个sharp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加一个flat的话 就是从C major到F major是如何讲 我们现在要懂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chord progression呢 最重要的就是5还有1 但是从C chord到F chord呢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F的dominant就是,F的五度 是C 而你从C直接去F的话 你会发觉就和上集讨论的一样 你不懂你在F key还是你在C key 所以你要做的东西就是让人懂 你的C chord不是C的一度 它是F的五度 如何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F key跟C key有什么差别 音符来说 F key是多一个B flat 所以要让人家懂你是在弹F key的五度 而不是C key的一度 你就要弹B flat 就是包含B flat的一个和弦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G minor 所以是从C到F 所以是C,G minor,回去C 这就是F的五度了 然后就F的一度 就是鼠音 而这一个呢 就是二,五,一 的chord progression 就是我们新的key的二,五,还有一 你只要弹这个二,五,一 你就可以加任何一个和弦 把他加多一个flat下去 比如说我们从F 加多一个flat 就是去B flat 而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弹B flat的 二 五 还有E 如果我们从F major弹是弹的话 而五音就把你带去B flat major了 好,我们进入第二个 我们刚刚说了加一个flat 现在说加一个sharp 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最简单的例子 C major 去G major 而这个呢 那情况和刚刚C major 去F major也差不多 因为G major 是C key的五度 就是dominant 而这个情况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你搞不懂 你是在C还是在G 我们解决方法就是 secondary dominant 就是附属和弦 secondary dominant就是 5 of 5 就是我们的五度的五度 C的五度 就是G G的五度就是D 所以我们要从C 换去G的话 我们就会弹C D 然后就是G 而这个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顺 所以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5 of 5 去5 或者是 在新的key的话就是 5 去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是从C到G 现在我们就从G 换去下一个 就是D 而D的五 就是A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5 of 5 就是A 我们就成功换到key了 第三个 我们加两个flat 从C 从C 加两个flat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去到B flat Major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一定会用回 二五 E 新的key是Bflat的话 那Bflat的二五跟E呢 那就是Cm F 然后就是Bflat major 那我们从C可以开始直接进 Cm 这就是Bflat的二 然后就去Bflat的五 就是F 然后回去 所以整起来一下 听起来就是如此 第四个 加两个sharp 这个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 我们从C 如果要加两个sharp的话 就是直接去到D 这时候呢 我会发觉D的五是A major 但是 如果我们要从C 换去A major 才去D的话 它就会有一点点奇怪 因为我们由C主音 换到去C sharp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靠近的 所以我们耳朵听起来 就会有点怪怪的 我们有个解决方法 就是把C 这个chord 我们保留E跟G 然后把C 换去C sharp 换去C sharp 左手弹A 就是说我们弹的其实是 新的key的5 minor7 换去1 这弹一次 这弹一次 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那 我们懂得如何加flat 加sharp 但是如果我们要 一个一个慢慢加的话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慢 我们也没有可能 要从C 换去F sharp major的话 一个一个慢慢加 可能加到会有都不懂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我们进入第5个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chord diminished chord 当我们弹C major的时候 它的第7个chord 7度和弦 就是diminished b diminished 而这个diminished chord 有一个特点 我们来算一下它 每一个note之间有多少个semitone 就是半音 b弹一个 空两个 再弹一个 空两个 再弹一个 如果我们要继续空两个的话 再弹一个 直到A flat 再空两个 弹一个 回去 B 所以 这次B是重复的 我们 可以看到先 它是 这四根的所组成 而因为它是这四根的所组成 而且它之间的距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B 换过去这一边 我们就有 D diminished 而D diminished 刚好就是 E flat major的 7 所以我们的C 是可以 直接换去 E flat major 而且因为 Diminished chord 你是无限 重叠的 我们把这个B diminished 可以换去F diminished 所以我们的C 也是可以 弹出 F sharp major 以此类推 我们也是可以弹 A major 所以 这个D diminished chord 让你从 5度圈的最上方 C 可以换去 左边 就是E flat major 也可以换去 最底下 就是F sharp major 或者是G flat major 也可以换去 右边 就是A major 加上 加上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加一个flat 或者是加一个sharp 我们只要 从C开始 就可以到达 任何一个key了 我来做最后一个示范 好吗 我们从C开始 到Diminished 到F sharp major 而从F sharp major 我们可以 超过加一个flat 就是 二五一 二 五 一 只要转两轮 就可以到C sharp major了 诗篇告诉我们 他的思埃永远长存 让我们来 永远敬拜他 阿们